第18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运动会期间,62岁的香港退休警察杨洪波有点忙。 12位队友加油打气,时尔与工作人员了解成绩。 当队友在看台上休息时,担任中国香港代表队室内滑艇队领队的他还在赛场上团团转。 8月11日,记者见到杨洪波时,他正在为队员寻找混双比赛的搭档而四处奔走。 大多数时间,戴着西边眼镜,两并斑白的杨洪波总是面带笑容。 说话轻声细语,只有当自己参与的赛事快要开始前,他才会脱掉外套,露出香港警察滑艇会的黄色背心。 双臂强健的肌肉仿佛向外界诉说,这位如林家爷爷一般亲切的老头,不仅是一位室内滑艇运动员,也是一位有40年警铃的香港警察。 杨洪波告诉记者,这已经是他第六次带领香港室内滑艇队参加市警会了。 回忆自己的六次市警会经历,杨洪波还是觉得本届市警会举办的最好。 不仅是因为各方面都安排得很好,更重要的是在自己国家举办,有主场的感觉,让人感觉很兴奋。 本来很好,安排他的高通,接应者觉得非常非常好,使我六次来第一个最好的地方。 中国一直都进步,但我进步得很快,不论你硬件运动方面都进步得很快,达到国际水平开始。 今年42岁的刘松源是中国香港代表队室内滑艇比赛参赛队员之一。 已经是队里老大哥的他,在跟杨洪波商量战术时,仍然是一个谦虚的小兄弟。 刘松源表示,自己从仅20年,就有10多年是和杨洪波一起共事。 每次比赛,队员们都对杨洪波非常依赖。 虽然杨洪波已经退休,但是在运动方面,杨洪波不能退休。 他是我们的教练,领队,然后也是队友。 虽然他是长辈,但他跟我们关系好像是朋友一样的。 因为在比赛的时候,他会提醒我们,什么时候你要放松,什么时候要给力。 在生活上他也会帮助我们,在工作上他也会提醒我们,什么时候要加油,不要放弃。 所以我们关系也密切,他没有什么价值。 特别是我们的队伍的聆训,所以他不可以退休。 杨洪波说,这届市警会本来有15名香港警察,为室内滑亭比赛准备了半年。 但因为工作原因,最终只有7人来到了成都。 从开幕式到今天,他听到了很多人对他们说香港加油。 他很感动,也觉得很暖心。 虽然已经年过六旬,但今后自己会继续参加市警会,因为想用自己的参赛经历,鼓励香港年轻一代。 当时入场的时候,见到我们的观众对于我们香港警察的支持,我是很突然,但是都很大感触,都很感动。 因为来到这里,竟然我们发觉是很多同胞,很多国内人是很支持我们的。 我觉得我们会做得更加好,因为我们是维持法治。 我对香港的将来,觉得我们一定会更加好,也会更加和谐,也会将来更加有更加好的发展。 更多精彩,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